好的 剛看完在南港展覽二館的TiSport 我們回到一館來看自行車展 Taipei Cycles 各式各樣琳瑯滿目的自行車品牌 布品 配件 安全帽 everything 其實是一個非常深的坑啊 但是也充滿了熱趣 也非常的迷人 讓我們繼續給它看下去 Taipei Cycles 好的 一台腳踏車除了有很好的車架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兩個輪胎 我們在馬吉斯 在我身邊是馬吉斯的經理Rider哥 嗨 大家好 Rider哥 我有在騎公路車 我看到公路車胎 我特別想要請Rider哥 跟我們介紹一下馬吉斯 這些產品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 我們在公路車胎方面的話 我們來分合很多種的定位 然後我們讓車友可以針對不同需求來做選擇 那我們先介紹我們的一款的競賽的管胎 那我們競賽管胎就是我們這個 High Road Team的第一選 我們有跟這個一級的職業車隊 以色列新創車隊去做合作開發 我們已經跟它配合了大概三年有了 收集這個選手的反饋 然後來去改善我們的產品這樣 這個算是頂級的比賽用的車胎 另外一款的話 我們是我們的High Road SL Speed 然後跟Light 主要的強調的性能呢 就是低滾阻還有輕量化 對 那它設定的話是給我們這個 計時賽或是說我們的三鐵賽 或是說長距離爬坡 像爬烏林 它去做使用 都非常適合 因為它的滾阻 在我們所有的公路車胎裡面是最低的 重量也是最輕的 我們另外一款的就是 所謂的全方位的全能競賽胎 那全能競賽胎就是我們的High Road 它主要是均衡的滾阻 然後重量防刺跟磨耗這些性能 把它做平均 第一就是耐磨耗 對 它磨耗也不會說太差 那滾阻也算不錯 那重量上它表現 基本上只重於SL一點點而已 不到時刻 對 所以它算是蠻全方位的一條外胎 對 無論你說 你可能平常是像你說的騎陽明山 還是偶爾拿去競賽 那它都可以去cover 這個是我們的訓練胎 主要是強調說我們的耐磨耗 然後它重量雖然會重一點 但是它的滾阻也不會差的太多 所以非常適合我們選手訓練使用 或是說我們一般出街車友 剛好預算沒那麼多 也非常適合這一款 因為它是價格 我們定位是又更便宜的 更親民一點 所以棒的麻吉斯輪胎 麻吉斯輪胎 Yeah 好的 我們來到最棒的美麗達自行車 邀請到美麗達的家家 嗨 大家好 我們請家家來跟我們介紹 我特別有興趣的公路車 美麗達也是分入門款 進階款跟競技的頂級款 對 沒錯 入門款是初階的嘛 那中階款就是已經騎了兩三年之後呢 就會開始到中階款 去走 那最頂級的當然就是一級車隊使用的車款 我跟你講 我們SBT台灣的那個觀眾 沒有在入門 直接拚頂級車款 我們來看一下美麗達的頂級車款 跟你說 這兩款其實都是一級車隊在使用的 這一台車它是Team版的 斯特拉Team版 用我們的就是現在我們目前一級車隊 是跟我們的80勝利車隊去做合作 不過這個就是頂級的公路車 它在競速上面 空力上面 所有的配件都是最頂級的 都是最頂級的 所以專業的80車隊啊 他會拿它去比賽 沒錯 拿冠軍 另外一台 隔壁這台又更 也是頂級車架 它也是UCI使用的 它是我們的斯特拉 他們兩個其實都是一級車隊使用的 那它其實最主要的差別 就在於它的輕更輕 那它在速度上又更快 好的 這台也是巴黎勝利車隊的塗裝 但是名字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它叫瑞克多 它是瑞克多5000 它還是用就是接近一級車隊 那一級車隊是用CF5 現在這個是用CF3 低低一點點 但是它的塗裝等等的 都是跟一級車隊是差不多的 它是焊纖維的 欸這很棒耶 我們的台灣一哥 馮俊凱 它就是起瑞克多 喔 其實纖維不同 就是在零件上 腳踏車真的是一個很深的坑 我們還有更大的兩坑 兩個深坑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這邊有一台 哇 這個是Endure 更適合長城耐力車型 沒錯沒錯 它們主要差別就在於 它們的車架是不同的 這個是鋁合金的車架 對 它會稍微的重一點點 那它價格也會比較便宜一些 其實因為大部分我們台灣人 通常出去騎大概就是 30-40K起票 那它就是很適合 它真的也不中欸 不中 它其實也不中 Bravo系列的嗎 沒錯 這個是 這也是史特拉 它的 史特拉9000 它是史特拉9000 那它也是用CF5 頂級碳纖維的車架組喔 但是它在其它的配件上 可能就沒有一級車隊 這麼的高規格 所以它在價格上 就有便宜一點點 這台是電腐車 而且它是獲得2022年的台灣金瓶鋁之間 這個是電腐的歷史公路車 Gravo欸 對啊 我跟你講這一款在德國超夯 其實國外夯電腐車很久了 就是比我們台灣還要先進 那台灣因為礙於法規的關係啦 所以近年來我們申請了 三台已經通過了 那這是我們現在目前最新得獎的 可是還沒有在台灣販售 這三台都是電腐車 那剛剛的差別就在於說 這邊其實還是微看得到電池對不對 剛剛那台是完全看不到 藏起來了 這一台車呢 目前就是三台 EPT、EXPRESSO跟140 街尾的有一點點差異 那這一台就是適合城市休閒 這是城市 對城市休閒 所以其實美利達啊 不管是登山 不管是公路車 電腐車 其實Total Solution欸 對啊 所以其實你到美利達的車店 什麼都跳得到 都跳得到你適合自己的一台 不管是公路車或登台車 都跳得到喔 哇 太棒了 感謝家家跟我們介紹最棒的 台灣之光 One of the 台灣之光美利達 那我們就Stay Tune 謝謝家家 Bye Bye 欸 太巧了吧 太巧了吧 巧到那個麥克風都長得一模一樣 怎麼那麼巧啊 其實我已經Follow一輪非常久了 其實我也很驚訝你 因為你怎麼可以追得到他 拍得到那麼多好畫面 還空拍 一個人 三機欸 對啊 我一個人一機 拿個GoPro就覺得累了死 很榮幸遇到一輪 然後我們接下來 很榮幸一定要約一輪去騎 有機會的話一定 啊 可以讓我開路線就好 啊你開路線嗎 你們開有點恐怖啊 一日雙塔 一日飛高 他會不會雙港開 台北港到的南遼浴港 這種 OK 雙港 好 大家持續鎖定 也要去關注追蹤一輪的頻道 感謝一輪 謝謝 謝謝 今天EVA EVA YA 好久不見的網友你好 網友 網友 捕獲我的偶像 我有在關注EVA騎腳踏車 上一次 蹊徑無禮 三點多起床 然後五點出發 那你們總共花了多久 挑戰那個西境無禮 一般市民組的話 市民組 強的話 就是有持續在練車 大概四小時之內 那擾弱市民組 擾弱婦如市民組 就是平常假日車手 大概五小時到六小時左右 我們先不要立FLAG 先不要畫任何大餅 不要 我們會騎 我們遲早會騎 謝謝 西境無禮 謝謝 有一天 好不好 有一天 Somday 2023、2024都算嘛 對不對 可以 我們今天謝謝EVA 大家去關注EVA的頻道 耶 追蹤起來 追蹤起來